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陶瓷贸易的课堂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了解加入WTO后 中国建筑陶瓷贸易的发展 在出口市场分布上 表一是2017年和2020年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主要国家情况表 我国建筑陶瓷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亚洲地区 中东地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 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在非洲、南美、大洋洲也存在一定市场 从表中可以看出 2017年我国建筑陶瓷出口的前三个国家 分别是美国、越南、菲律宾 其中对美国出口额为3.74亿美元 占比8.41% 对越南出口额为3.04亿美元 占比6.83% 对菲律宾出口额为2.97亿美元 占比6.68% 而2020年我国建筑陶瓷出口的前三个国家发生了变化 分别是越南、菲律宾、韩国 其中对越南出口额为4.83亿美元 占比11.75% 出口额和占比与2017年相比都有所增长 越居第一位 对菲律宾出口额为3.50亿美元 占比8.51% 排名第二 对韩国出口额为2.26亿美元 占比5.5% 虽然出口额和占比与2017年相比都有所减少 但因我国对美出口额的急剧下滑 所以韩国位居第三位 近几年 欧盟对中国瓷砖开展反倾销调查 而且欧盟中的意大利、西班牙 是陶瓷砖生产大国 从而导致我国向欧洲国家出口的数量较小 从产品上看 未上用陶瓷砖更多向东南亚国家出口 美国、韩国等国家更青睐于上用陶瓷砖 从出口平均价格来看 上用陶瓷砖要高于未上用陶瓷砖 出口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平均价格 要高于其他国家 加入WTO以后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 除09年外 均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势头 2014年开始出现小幅下滑 2016年出口额更是大幅下滑 受国际和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额下滑将呈现出一种新常态 当前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方面挑战 从国外市场来看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复苏款案 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后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二是国外对我国建筑陶瓷产品的反倾销接连不断 欧盟从2010年起 开始对原产与我国的陶瓷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并于2011年征收反倾销税 印度 墨西哥 哥伦比亚等国 近几年也开始对我国陶瓷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这使得我国建筑陶瓷出口愈加艰难 三是国外新型市场的陶瓷企业的建立 近几年 印度 越南 埃及等国家纷纷建设投产 极大满足了本国及周边国家的持砖需求 使得我国建筑陶瓷的新型出口市场不断缩水 是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导致贸易风险日益加剧 而国内市场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我国建筑陶瓷产能过剩 国内价格竞争激烈 一方面 部分企业为了使产销平衡而降低出口价格 另一方面 部分濒临倒闭企业将特价陶瓷砖涌入出口市场 拉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 二是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的建筑陶瓷企业较少 大部分企业还是以模仿为主 缺乏核心竞争力 产品同质化严重 导致市场竞争激烈 三是受国内节能环保压力影响 部分陶瓷企业无法开工 四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削减 各种能源和原材料等成本增加 当前 虽然我国建筑陶瓷出口面临着各种挑战 同时自身也存在产能过剩 产业结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 但也不能忽视我国建筑陶瓷业的其他显著优势 比如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 劳动力资源丰富 具有诸如广东佛山 山东之博 江西高安 福建晋江等规模性建筑陶瓷产区 产品价格竞争力强等 因此 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 努力加强产品设计 提高产品质量 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又将呈现新的盛景 因要加强品牌建设 我国建筑陶瓷产品 相对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明显不足 享誉中外的著名或知名产品品牌 凤毛麟角 当今世界市场竞争格局最终将归结到品牌之争 我国建筑陶瓷企业必须做好 以市场为导向 以用户为中心 开展科学系统的品牌规划和实施战略 以品牌价值和品质价值占领市场 而对于中国陶瓷砖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提升来说 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创新性产品才能形成自己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 转变生产方式 提高产品质量 我国建筑陶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而导致建筑陶瓷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因此提高我国建筑陶瓷产品的质量 就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要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 产品推陈出新 逐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向中高端转型升级 才能造就依靠规模优势 向依靠技术优势转化的新局面 三要努力开发新型市场 市场开拓是我国建筑陶瓷出口的基础 虽然我国建筑陶瓷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 但是蓝蓝没有完全摆脱主要市场 集中于东亚、美国等少数地区和国家的现状 面对出口市场相对集中带来的问题和弊端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级 因此建筑陶瓷企业和我国政府相关机构 因加强国际建筑陶瓷市场的调研和引导 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建筑陶瓷市场的特点和需求差异 有目的地改进产品和营销方法 扩大出口 是要增强出口预警、加强应变能力 近年来,我国建筑陶瓷产品在欧盟、印度等国家和部分新型市场 不断遭遇技术性或非技术性贸易壁垒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建筑陶瓷产品的出口 针对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应从政府层面加强风险预警的评估和发布 及时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法规的最新变化 同时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标准认证的合作互认 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也应积极及时掌握各贸易国的技术壁垒政策 掌握贸易国相关技术、质量、能效、环保、标签等技术标准及法规的变更 以及有关认证制度,并以此作为产品生产和改进的依据 同时,建筑陶瓷企业也要在设计、生产、检测等环节严格把关 提高产品质量 另外,一旦遇到贸易壁垒出口企业也应积极应对 依法依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好,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